强占农历新年送礼商机 屏东县政府8号由县长潘茫安亲自领军 北上来到信义区百货通路强力促销 除了强调有产地直送 屏东当季盛产的莲雾与蜜枣 香甜爽脆的芭乐洋桃外 冬季少见的芒果 来屏东卖场专区也买得到 我们有优质的屏东的当季的水果 我们也提供礼盒 包括也可以预购 尤其在这边我们未来会扩展到 生鲜的家禽跟水产 为开拓水果消费市场 记者会也邀请到两位外籍妈妈 现场示范水果入菜佳肴 直见他们把切丁切块的莲雾和蜜枣 搭配泰式的调酱与香料搅拌 县长潘茫安也来帮助小事身手 不到三两分钟清爽开胃的凉拌佳肴 就能摆盘上桌 养生又健康 刚生产的就是莲雾跟沼子 所以我们定了一个联勤秘义 尤其在过农历年的很多台湾人 很多企业或是店家都会有送礼的习惯 所以我们针对设计的十二生肖的礼盒 或是不同包装的礼盒的那种伴手礼 冬天台湾吃不到芒果 但来屏东绝对可以吃到冬天屏东 当地生产的芒果 潘茫安表示继水果之后 未来县府野政计划逐步将屏东的禽肉水产 运往台北台中等商业大臣设点促销 除帮助农民提高收益 连带也打响屏东优质物产的名号 东南亚国家 今天我们在这边两位太极的台湾妈妈 她们就很成功地把这些水果融入到料理 做沙拉式的一个 包括做家常菜 经过一些调味 经过一些处理 其实是养生又健康 屏东县政府指出 本次主打的蜜枣礼盒 选用的是高速酒乳等地出产的特级蜜枣 部分果实甚至媲美青苹果大小 搭配12生肖创意包装 连结送礼格外体面 中央设计者张志燕洪王军 台北报道